我们的亚洲杯选手蓝疫 那回来之后 其实觉得工会在于这方面也是很注重 因为这里是我们要推动的项目之一 所以在保险这个部分 不管是说蓝疫 现在是因为蓝疫的状况 那还有一些在国家对受伤的球员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应该要重视的项目 所以在工会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马上跟球员做一个蓝疫险上面的理赔的动作 所以让球员也感受到 就是工会在积极地推动这个项目 那我们就可以借由这一次的经验来做一个结合 那让我们每一次比赛都没有后顾之忧 就是可以能够好好的拼战 然后不要有这样子的权益受损的状况 其实球员需要照顾的地方非常的多 那初学也是一点一滴的在赶进 不敢说一下就有什么很长足的进步 从待遇的改善 从学校的借调的努力的过程 那这次球员工会提到防险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当碰到什么事情 或者球员有提出什么事情 我们做得到 我们就尽量去做 这个当然是我现在组写的一个态度 我从2014就一直在代表队里面 所以将近十来年时间 我是看着协会对于整个代表队 扣钱一点一滴的去做一些增长 包含我们教练团 我们教练团大概就是三个人 现在我们整个队职员包含教练团 大概都可以传展到11到15位 那也是球员他念之在之的 他出来比赛然后打球 然后他的身体状况是不是更有一些保障 这个都是球员在意的 那球员在意的事情 这几年 学会大概都可以很立即的跟上 对因为我经历过 待遇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所以现在竹学这样的照顾 其实对我们来说都很有感 不管是薪资 还是生理上的照顾 心理上的照顾 他们都有经历来协助我们这样 对 其实 就是学生 就是本分就是踢球 可是来国家队之后 然后有很好的待遇 所以就其实 可以很专心的踢球 然后也很认真的在鼓势之后 所以我觉得 一些改变对我们学生 就是很好 对 可能我们错失了两次机会 对 就是上帝就是 不要让我们走直线 让我们弯曲的走 对 然后虽然是第二次也没有拿到 可是实际上算是第三次 最后一次机会 所以我们一定会把它打下来这样 每个人的信念就这么 我个人是很期待 因为我很喜欢对到比自己很强的 因为那是一个挑战这样 那我这三场比赛 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对中国会比较有把握一点 因为我认为它跟我们有差 对 所以我们会希望在中国这一场 能够不失分 甚至可以得分 那是最好的 最好的 对 我会想说 迈向东亚飞 加油 加油 加油